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无聘的离世必将成为改变周莹一生的重要环节 而中二款的沈星宜和周莹就是欢喜冤家了 爱而不得的苦楚 家族的矛盾 也让她逐渐从顽固子弟蜕变成为新系家国大任的热血青年 所以这部戏中在小编看来就是何润东捡了块蒲玉 又做了适当打磨 然后人死了 周莹这块被打磨的蒲玉又和另一块丸石陈晓开始了互相打磨的日子 而片画中沈星宜一闪而过的女装镜头 是否让你们对她的盛世美颜充满了期待呢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订阅爆炒鱼记 小编在这里等你哦 我们不见不散